长老们说 在没有缺糟的证据之前 不能用刑致死 不可以造成永久的身体损伤 也不可以造成容貌的损毁 看来 公子已在长老面前 费了不少口舌 不过 在满足以上三点同时 让你痛不欲生 求死不能 不难 看到那些久了吗 原址弟弟的每一杯毒酒 都足以让你后悔到这世间走这一趟 你想问什么 奉执任大人之命 给云姑娘送餐 执任大人的命令 你们也敢不听 金侍卫 把东西给我吧 我这就去通报 你 你是无风之人吗 我是 你 大人 金凡侍卫在门口 捉奉执任之命 送鸡汤给云文山小姐 鸡汤 是白草摧鸡汤吧 公子羽可真爱你啊 公子羽可真爱你啊 怕我用毒毕宫 宁愿自己冒险 也要把白草醉给你 可惜 扣下来 是 是 金侍卫 实在抱歉 公尚绝大人 不准送室 你是不是偷偷去浅山了 没有啊 是的 我是去浅山了 家族禁令 除非宫门紧急情况 不得他出后山 你把家贵穷问在脑后了吗 职任大人有难 算不算公门紧急情况啊 强词多理 我错了 前山好玩吗 不太行 比起冰雕玉器的雪宫来说 差太远了 其实很好玩 钱身非常大 我差点迷路 感觉很有意思 不知道职任大人有没有危险 职任大人那么聪明 应该都能化险为夷吧 我觉得 职任大人 此刻一定遇到了危险 需要我们的帮助 不算了 走 鸡汤都不少送 工商局猜到里面有白草菜 工员指的毒药这么恶毒 不知道云姑娘能不能承受得住 你这不废话吗 多少铁骨真正的江湖好钱 受得了千刀万挂 但都况不知工员指的追星之毒 不行 我要劫劫 劫劫 就我们俩 听说你们缺人少 你们 怎么来前山了 当年有个小屁孩 骗我说要带我去宫门外面 看花车 放天灯 看火树营花美好世界 多年之后 虽然那个男人没有实现诺言 但我们还是因为他 而离开后山了 走 大闹一场 不过你们得先去找公子张 找他干吗 你不会还想带着他吧 你带着他只会纯添乱 我必须要带上他啊 我得问他借点火药用一用 你们先去上工 我准备点东西 过一会儿来找你们会合 好 不错不错 感觉还有调整进步的空间 花公子 什么 你居然是花花公子 不 不是 是花公子 后山雪月花三大家族的花公子 那你又是谁啊 雪虫子 你不好好在后山养雪莲 托流到前山来 这可是坏了后山的规矩 我要是告诉雪长老 你完蛋了你 雪长老温文而言 顶多骂我两句 罚我面壁思过 但花长老脾气暴躁 武功高强 要是被他知道 你屡次 数次 一次又一次地托流来前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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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都不说了 互相扯平好吧 告辞 那可不行 我们正好找大小姐 帮忙看见大事 但这个大事 正好缺个打手 不如你随我们去了 找我 找我干什么 大小姐 我想问您这一样东西 什么 火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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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好了 我可以问一下 我们拿着这么多炸药 到底要去哪里啊 地牢背面的外墙 我们去干吗 我买通了其中的一个守卫 温过了云围山牢房位置 炸掉外墙 截牢救人 告辞 你知不知道 这要犯多少条架轨 我爹会把我打成猪头 你们见过过年 放在饭桌上的那种大猪头吗 我真的不行 我要回去睡觉了 拜拜 子盛 我需要你 我公子盛 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为了我的好姐妹云围山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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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